目中一个个梦境 保存着一份份深情 想繁星璀璨的天空 2021年已经彻底的落下帷幕了 进入到崭新的2022年 不少网友的心情都十分的激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大平台的跨年晚会 也相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虽然表演结束了 但还是有不少的观众沉浸在其中 难以自拔 在众多出圈的舞台表演当中 偶像周深再次脱颖而出 被全望的观众送上了热搜 其实周深上热搜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是娱乐圈中的劳动楷模 几乎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 当我们还在讨论他的上一个舞台表演时 周深就已经在创作新作品的路上了 毫不夸张地说 你永远都猜不到周深 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综艺也好 表演舞台也罢 无一例外都能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周深仍还没亮相 就能看到台下的观众一个比一个的激动 隔着屏幕都能听到现场的尖叫声 可见偶像周深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强大 在央视大湾区新年音乐会上 周深站在顶楼带来的歌曲 繁星璀璨的天空 天空中一颗颗繁星 倒影着一个个身影 点燃自己的生命 去引爆夜的光明 这是周深的原创歌曲 在2021年的中秋晚会中 就演唱的是这首歌曲 一首致敬每一位 为了黎明拼搏前行的奉献者的歌曲 周深在339米高的 横琴IFC顶楼的舞台上 用自己唯美的身线 传递温暖与力量 讲述百转千回的动人篇章 将星空下的梦想娓娓道来 致敬光荣与梦想 就像看电影一样 先抓住观众的眼球 然后再循序渐进地 让你慢慢品味它的味道 越往后听越上头 诺大的一个舞台 只有周深一个人表演 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周深的强大气场 足以掌控整个舞台 换做其他偶像的话 即便没有伴舞 也得有舞台效果的加持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显得整体表演都不露俗套 但周深向来都是一个人 完成整段表演 不吹不黑 能达到这个高度的歌手 也就周深一人了 唱功一如既往的优秀 毫无槽点 各种出圈的表情 还被网友做成了线上的表情包 舞台呈现力真的是堪称一绝 周深受邀参加央视晚会 在节目开播前 就已经被观众知晓了 而除了央视跨年晚会之外 周深还参与到了江苏台 北京台的跨年晚会录制中 可以算得上是跨年阶段最忙的艺人了 能够得到这么多电视媒体的肯定 是对周深事业发展情况的最好证明 作为具备实力以及热度的优秀艺人 周深值得获得如此多的工作机会 周深并非所谓的流量明星 但他的身上流量市场同样无法忽略 以业务水平帮助自身积累的人气 让周深成为主流媒体眼中的宠儿 他没有八卦 没有花边新闻 出现在舞台 能够保证出众的作品呈现质量 试问哪家电视台 不需要如周深这般的表演嘉宾呢 地方台需要 央视也同样需要 周深也会根据自己的工作 来安排选择是否接受这些电视台的邀约 周深就是舞台上的王 2022在周深充满力量的歌声中 共同奔赴美好 周深真的是值得那么高的出镜率 总而言之周深的表演舞台 值得我们二刷 对那时候 都没有加密球 还是受到